小时候我喜欢看一部电视剧叫《幻海奇情》 讲的是人世间不可思议的奇情故事 我又喜欢看《读者文摘》一本百科传书叫《迎幻首期》 讲的是地球上最沮脊人口的超自然事件 大个族又喜欢追荷里活电视剧《X档案》 后来有了三个女儿,我们又经常揽在一起 看日本奇幻的经论短剧《奇妙物语》 可能从小到大,看得太多奇情怪事 所以很久没有受过惊吓了 直到最近,发现原来香港也有一个恐怖黑洞 还在很近的市区,西湾河,泰安街,心真的开始寒起来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黑洞,而是司法黑洞 杀人放火的罪人走进去,他不是消失 而是圣人地走出来,头顶还闪着光滑 这种恐怖剧情比食人失踪的真黑洞更加得人害怕 这个黑洞叫做东区裁判法院 他是港岛区唯一一所裁判法院 即是说,但凡中西区、南区、湾仔、港岛、东 甚至尼岛等地方发生的案件要上刑事法庭 或者要转介上级法院的,一律要在这里接受洗礼 想想这一年暴乱的战场主要集中在哪? 就是金钟中环、湾仔和洛湾西环上环 于是涉及暴乱的案件 十居七百都是配上东区裁判法院这几个字 近日看法庭新闻,真是以为法律界搞大特赦 暴徒一个接一个放生 当然对拘捕疑犯的警察来说就是大报复 你捉一个我放一个,你捉十个我放十个 警察朋友都说他们的情绪已经由愤怒变成无力 甚至没有感觉 每次走入法庭抬起头,看看哪个官已经预知到结果 市民也开始拿法官来出气,其实并未对证下约 不如我们先看看机制是怎样 一间裁判法院每日要处理无数的案子 而被法官派工作的就是那个法院的主任裁判官 东区法院的主任裁判官叫做前礼 他是怎样将暴乱案子分发给这些法官去审理 或者用什么标准去发,其实外人是无从过问的 但我们发现审理暴动案的主要都是来来去的那几个官 而将暴徒放生,将警察席落的又是那几个官 前礼的老闆是总裁判官苏维德 而苏维德的老闆就是首席大法官马杜勒 一条龙的司法黑洞,令到我们渐渐明白 原来正义女神珠斯蒂蒂雅不是蒙眼,其实是实名 昨天又有人案例了,心黄正棍谭德志在街上 袭击蓝丝市民,结果只是被罚三千元 难怪他一步出东区法院,就拿着大声公鬼拍后尾枕地说 多谢上帝让我安排了前礼,前礼判了我 袭击石房友即是受害人罚三千元 三千元是相当抵打的了 事实摆在眼前,奇幻法院已经开了人治的先河 这不再是我们认识的法庭,不再是我们认识的法治 也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香港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铃铛呀,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